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感谢收看三五大叔为您带来的DOTA直播比赛解说,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2023年的梦幻联赛第20赛季,胜者组的决赛,老干爹对战BB战队双方BO3第二场,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呢,老干爹选了一套近乎无空的阵容,那么追求一个先手,但是由于上一场比赛的对线期游走不顺,被对手极限反杀,导致 整场比赛滚雪球滚崩了,所以呢,也是很快的就输掉了比赛,那在第二场比赛当中,作为先搬先选的一方,老干爹一上来就是一手抢水人,然后对方呢,潮汐炸弹,第二手拿出了一个石林剑士,然后秒搬了三个英雄 老干爹的三四五手,雪魔敌法和女王这三个搬人,是一秒都没有浪费,全是秒搬 BB战队呢,则是搬掉了狮王大牛和黑咸,针对了一下五号位外队的英雄池 那么搬了一手黑咸,这样的话给牛拿出来的是三号位的兽王 我其实想的是这样比赛老干爹理论上来说应该考虑一手杜姆之类的英雄,杜姆或者萨尔 因为对方的这个潮汐现在在比赛里面起到的作用有点过于大了 BB战队拿出来了一个火猫,那老干爹应该是要搬猴子了,不出意外应该是要搬猴子 这场比赛要是自己拿水人,然后让对方拿个火猫加猴子正反手 给打爆,对于整个队伍的一个心态来说可能会有些影响 好,在那边搬了一个小鱼 一直在搬的都是这种能够去削蓝的英雄 王中的BB为啥把大牛搬了,大牛明明克水人,可能是因为他们自己不想用吧 他们自己不想用,然后外队又是一个绝活大牛,所以他们给搬了 搬了一手老陈,还是不搬萨尔 还是不搬萨尔 我赶紧要不要考虑一手萨尔,这个阵容搭个萨尔没有问题啊 爆发方面的话,现在有一定的输出能力 兽王有一手大控,石林剑士,有车,有戳,有拍地板 拉比克弱化能力,加随便偷个技能,也能补一手控和输出 水人也有输出能力 最后一手老人家搬掉了一号位的一个TB 没有搬猴子,然后对方搬掉的是发条 老人家拿了个亚巴盾最后一手 应该是外队的亚巴盾 作用相当于是一个类似狮王的一个作用 让他顶在前面去吃对方的第一波伤害 然后队友准备进行一个反打 这个也是老干爹近期打比赛比较常见的一个团战的思路 就是对对战的时候的一个思路 最后一手BB在一号位的位置上放了一个大胜出来 Nightfall的大胜 亚巴盾应该是五 如果他拿亚巴盾打一中单打水人 齿林剑士去打一个辅助位的话 这场比赛的这个整个阵容会非常的 非常别扭 他整个的一个分位分出来会非常的别扭 还是西罗的水人 征担的神仙剑士5号被亚巴盾 就是拿亚巴盾的作用其实很简单 就是狮王没了 狮王没了 没有人在前面吃第一波伤害 提供第一波视野了 那就选一个有类似功能 然后也能打辅助位的就是亚巴盾 还有能够有类似作用的也就是骷髅王了 但是骷髅王不能打辅助 拿骷髅王打辅助这个有点 有点太呆了 真的有点太呆了 但是辅助位亚巴盾的话有一个比较大的缺点 就是他确实被沉默术是克的有点狠 亚巴盾他作为辅助位来说 他其实是没有钱去出驱散的 最廉价的防守驱散装应该就是疯胀 风杖莲花分身BKB 这四架装备莲花BKB是4000左右的装备 分身是5000左右的装备 只有风杖是比较便宜的 Deadfall的大胜对战兽王 Pero的潮汐来对战西罗水仁 中单是火猫打穿上脸 怎么处是去保大胜 炸弹人配潮汐 然后打水仁加上一个亚巴盾 那这样比赛这个对线期 老干爹这个优势路又崩了 亚巴盾打炸弹人一点打过的可能性都没有 他得被这个炸的人点爆 炸的人甚至都不用给他放技能 就光平A都能把这亚巴盾给点回去 优势路这边应该是锁定一个烈士 然后烈士路这边 兽王打大胜的话 还凑合 还凑合 因为兽王可以通过飞斧来进行一个发育和兑现 多少就算是有一点点兑现的解决方案 不至于轻易的被对手给打穿 充当火猫对穿战甲 这就是纯基本功对拼了 谁输谁尴尬的这个就是 昨天BB打GG 就是潮汐加炸弹人 把对面的水加上老陈给打爆了 也搭上是老陈现在这个版本前期一二级的时候 他比较弱 老陈现在对线期想变强的话 最少得三级 最少得三级 还得三级往上 但是兽王去加一个拉比克 这种没有什么伤害能力的英雄 我们去跟对方的大胜对拼 难啊能能能稍微对一对 但是难 鼓飞斧然后小猪拉野 小猪去屯圆鼓屯大野 这个操作 看个老干爹能不能创造一些 创造一些奇迹出来吧 万一要这场比赛手非常热 对吧 对剑7打赢 那也说不好 你这么说好 那但是多两竞技能就没有到处理 大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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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战兰 大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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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伏开火猫这瓶子就已经买出来了 这火猫带的出门中还带挺多的 两个树枝一个补刀斧一组吃树一个仙灵火 但是四伏到手以后随便补两个刀就能把瓶子买出来了 有没有机会反补一个 有没有机会反补没有 可以这样的话墨炎还是顺利的升到了二级 两边一个三个正补一个两个正补 但是都没有反补 还是都顺利的升到了二级 这样的话差距不会太大 实际剑士的车门庄因为没买补刀斧 它多带两个树枝 所以现在从经济剩余的存款来说差不太多 直播间注意一下不要带假赛和赌博之类的节奏 咱们不带这种节奏 开局 肯定是压不住他这一点不用想 拉比克这边给上一个局 然后兽王过来准备刮一下吗 拉比克手里还有四个正补和两个反补 那这样的话他加上兽王的这个正反补其实是比对方要高的 比对方要多的 而一个奥数诅咒给上去 是大胜这边呢因为没升上树啊 目前还没有加上树 所以没有什么追杀能力 加入炸弹人欺负亚巴顿还是太轻松了 炸弹人欺负亚巴顿亚巴顿真的是没什么办法 现在外队的这个整体血量保持来是相当不错的 中路现在火猫15-1 穿了点13-0差不太多 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劣势 这边还囤了两个远程兵 这两个远程兵只要都补到就完全OK 我少说话的 还行啊 这套比赛对线期其实打的比我想象当中的要好得多啊 水人这条线现在15-7的一个正反补 看着现在对方曹西的等级不高 打的效果还不错 拉比克这边给上一个局 限制一下对手追击打的一个被动层数 兽王目前也是有15个正五 还不错 还不错 讲道理说真的打的不错了 曹西待会等级再高一点 就是他的皮的等级 毛鸡的等级 这些东西都上了一点以后 水人打起来会更加难受一点 哦 Night 4这个位置被对方消耗的好惨啊 攒不出来层数 拉比克每次都是留着这个局 用来去打断对方 想要去攒出来的一个被动 亚伯顿日子过得是比较惨的 亚伯顿现在完全上不了线 因为炸的人就在侧面 炸的人也不点这个水人 点水人收益不高 所以他不怎么点水人 他就追着这亚伯顿点 然后曹西跟这个水人的对线呢 就靠曹西自己 水人这边被对方点几下 亚伯顿身上的血量补过来 给上一口给一口吸罗 转一点血量出来 那么对线的补刀方面来看 现在水人真的打得不错 但是曹西大家可以追到 这个曹西的正骨数 现在已经反超了 就待一会儿等级再高一点的话 就是等级越高 这个曹西的优势会越明显 这里举越漂亮 这里一棒子抡上去 想打四层出来 打出来了 打出来以后还要追吗 这个追应该追不死了 有毒球两下 那么这波没有杀掉 但是大胜攒出来了 自己的悲痛 可以把血量吸回来 而且兽王 现在也是被对方逼退了非常远 拉比特所有的蓝 也都是用来去举对面了 弱化能力我给的次数有限 所以对对方血量的压制 也比较少 GPK回来控一个赏金神符 中路还行 中路基本跟咱们预测差不多两边 是打了一个误开的局面 曹西这玩意又开始过来贴脸 用毛鸡欺负水 毛鸡欺负水 水是真没辙 团队的经济差 在对线打了5分40秒以后 借助着开局的一个四伏 再加上补刀的一个优势 哦这里直接砸下来 一层两层没打出来 这个举的方向好像不是很舒服 六儿过来救一下 Nightfall这边靠着吸血 吸回来了 没死拿到了一血 陈波树拿到一血以后 现在暂时没有技能 Nightfall在等自己上树 他在等这个上树的状态 应该是可以上了 哦中路这边火猫是单杀掉了 穿人甲 哦不是单杀 炸的人过来帮忙了 炸的人又拿到了80块钱的一个助攻 我还说这单杀应该不至于 炸的人过来游走了一下 开局2比0的一个 人头数差距再加上 3000的一个团队经济 这边一个飞斧 哦呦 Nightfall这个地方 差一点 这个跳得太近了 兽王的飞斧 再远一丁点 挖到那棵树 这个大圣就尴尬了 潮汐38-7 水是33-7 西罗的这个对线 其实打得很不错了 真心是很不错了 亚巴顿能给到他的帮助 非常的少 因为亚巴顿是真的打不过 这个戴的人 然后现在潮汐手里边 已经拥有了一个 已经拥有了一个 兼刃球 大魔伴 然后还有一个 疗伤莲花 三级的毛鸡 一级的皮 一级的口水 这两个人想 这个水人过来 欺负欺负潮汐 欺负对方没酱油啊 火猫现在手里边 空了一把双倍 在这里给上一个 年轻炸弹 再接一个刺爆 火猫下一个污影拳 一个平A 一个污影拳 躲掉这个穿战甲 第一下 而且他这个污影拳 蹭了一点冰线 所以让他这个 持续的时间用久一点 再给一个污影拳 消耗一下 拉比特这个绝炸弹人 还在这个上面 亚伯顿没有上去 给输出 这里就一下 反杀成功 nice 这波不错 这波支援来的人 足够多啊 围剿成功的 对手的这个炸弹人 虽然火猫 还是保住了 但是至少 穿战甲 这波没出现意外 而且可以继续 在中路进行一个对线 来看一下个人经济 现在穿战甲的经济 和对手的三大哥 基本持平 水人比我预想当中的好一些 现在有三天一 跟第一集团 现在差个四百块钱 到五百块钱 兽王的经济惨 是正常的 毕竟 近战三队大胜 这个确实打不过 这一层 减速炸弹给上 然后两层 三层 四层 金字爆 一棒子 清兵剑的同时 完成了对兽王的击杀 回过头来 可以再去接着线上发育 火猫 这一波 现在身上的TC 给上一个T 不过没有C了 C还在CD 兽王 这里给上 被给上一波技能 连续的减速 炸弹人要上自爆吗 要上的话 有机会能反杀 没有 火猫过来了 火猫过来以后 看一下这个炸弹人 生了一丝血 再往回跑 大胜的大招开起来 外队的亚伯顿 只有四姐 那这波人 也被对方收掉 多伦多东京又是拿到了 两点治理 而且是杀了对方两个人 加到了四点治理 加到四点治理 九分钟 四千加的团队经级差 人都是5比1 火猫四千七 拉开了和 车身甲的差距了 车身甲的装备 这是打算出这边 他先出了个假腿 炸弹人是先做了一个秘法鞋 先做了秘法鞋 没有去出先锋盾 这边还做了个秘法鞋 是侍了 中文人的炸弹 是被罢章的 大圣是在做假腿连击刀 水人的装备呢 现在在准备出猎鹰战刃 我那么感觉兽王的经济 好像半天没怎么增长 我刚才看的好像就是2000 267左右 现在是2900 哎 火猫的这个技能空了 火猫的技能空了 有点尴尬 要给一个误运权 不过这孩子还要追吗 这欺负亚伯顿没到6 欺负到这个份上 不是个这吧 顶着塔往前走 仗着沉默树是有大 这个就是穿上中的 吓得单人跟水人兑现 还补了俩刀 还补了俩刀 穿上甲的车没开起来 火猫崩一个火 沉默有大 这个穿上甲的车开出来了 沉默树是等的就是这机会 刚才火猫一直在往前赶对面的人 其实就是想骗这个 穿上甲的大 这关炸的人 年轻炸弹给上去 然后呢 等你的波浪形态 波浪形态 你不放我是肯定追你的 你想省技能省蓝 不是也没有 这时候火猫的街上往前追 大胜砸下来 一棒子 然后再加火猫过来一个平A 完成击杀人 他说拉开到了7比1 团队的精力差 拉开到了6000家 这场比赛3号位 对这个兽王拿的 反正我觉得很一般 这个这场比赛 兽王虽然是现在版本的一个 半斤游行的通用解 你实在不知道拿谁 的时候就拿兽王 但是这场比赛 他不是不知道拿谁 这场比赛对方有潮汐赛的情况下 而且 潮汐在BB的这个阵容体系里面 那战术地位有比较重要的情况下 其实应该拿一个末日 在BP的时候 咱们分析的时候也提到过 就是你至少要有一个 能限制末日 限制这个潮汐的手段 这个地方 七十二遍 没躲开 还是被砸到了 穿人家这边开车 大胜这边被拉比克举回来 能不能杀得掉 这就被撞上去了 这边再给一个车 但是他没死 潮汐果断接大 完成一个反杀 外队和墨炎两个人双双被带走 这边拉比克 偷了一个大声的上树 然后在这个地方来回秀 火猫 我去 我去 这 这火猫这个砍树 不行我要回看一下 火猫这个砍树操作怎么做的 这也太秀了 这个火猫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他的这个 我看一下他的鼠标的这个操作 点过来 然后 无影拳 哦 他就是无影拳 然后点的那棵树 就是愣猜到对方在哪棵树上 硬猜到对方在哪棵树上的 我的天哪 感谢LV老板的武刀打赏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支持 我 我以为是有什么特殊的操作技巧 能够让他在 剃到对方的一瞬间 然后直接给到这个补刀斧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 就是单纯的靠一个预测和反应速度 团队的经济差现在马上上万了 10比1的人都是数 这比方又是把远古拳给抢了 远古拳抢了以后 BB这边暂停了一下游戏 可是有点卡顿 看比拉比克的无影拳接举 确实这个操作绝对是拉比克偷无影拳接举的一个操作了 太准了 这个小猪 哦漂亮 这个小猪是 哎 我好像没点那个什么 没点解说视角 演成玩家视角 火猫数据 五杀零死三主攻 沉默树 三杀零死三主攻 感谢 也 拜易老板的石头打赏 谢谢老板 好久没来 好久没看一来就见到大叔 沈奶 门票池了 谢谢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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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第一个自爆 拜队直接被命号 拜队还没有到六啊 没有到六级 没有大招 没有大招 的话就没办法 狮王和这个亚巴并的差别啊 主要是在于狮王前 其他能保得住人 哦 拉比克这个曲曲的反应真快 收完一个大招打断 但是沉默树是给了一个大招 大胜还是把自己的大招开出来了 开出来以后接着往前追 这块又是连续的被撑破 大胜上了一棒子 拿到Planet的人头 那炸弹人 这里又是另击的技能 去限制一下对手的后排 对方想过来去追 但是不敢上 有大胜的大招在 这波大胜的大没了 看一下车 开地板 这个车开起来 直接留住对手 但一个大胜 漂亮 大胜那边被击杀 虎猫没来啊 虎猫在下路是 又单杀了一次外队的亚巴顿 不让外队到6了 这场比赛特打算 为了杀对方的亚巴顿 正面这场也不管了 自己这边大胜被杀了 也不管了 看看给了多少钱 这个NATO的大胜 才给了448啊 这么不值钱的吗 这一个扫描扫到了水人 炸的人一个自爆 直接炸晕 淘气上来跳大 接一个雷 这个雷甚至都没有用上 一个扫着扫到人了以后 在视野外 预判了一下对方的位置 直接就是跳上一个自爆 自爆完了以后 潮汐过来也是不断给大 没有浪费时间 这火猫TC 潮汐留住 兽王 然后一个陨星锤砸下来 这个陨星锤还真砸着了 兽王还想回头去放一个大招啊 结果被陨星锤又给砸晕了 这样人多数来到了15比2 11k的团队经济差 中路的二塔应该要掉 现在水人的经济6954 马上到7000 穿战家有7200 尽王是5800 在做A仗 亚巴顿 亚巴顿终于升到了6级啊 亚巴顿终于升到6级了 BB的这个 现在他们的一个整体打法战术啊 老干爹他们现在的 其实现在的 就是说顶尖的DOTA 他有一个 就是我给大家在找第一视角素材也好 看比赛也好 顶级的DOTA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则 叫就近刷钱原则 当然这个东西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啊 没有别人这么教过我 就是什么呢 我其实整场比赛都在寻求打架 这边一个T 哦这个大棒子还是留住了 这就尴尬了 这样的话 穿人杰一个戳戳完以后拍地板的CD已经算好了 整个戳戳一下戳戳 整个戳戳戳戳还是不行 就是实际上现在的这种 顶级强队 他的优势局 或者军事局 他其实是 尽量在减少这种纯刷钱的动作 他在尽可能多的去寻找一个 接触打架 这样的一个一个动作 然后呢就近刷钱 就是我去刷路上的钱 和打完架以后旁边的钱 而不会去盲目的疯狂追击对手 这把潮西跳过来给一个减速 然后一个雨星锤砸晕 但是这波不会再继续动了 因为只是一个拉比克 对方已经插好了一个防守眼 但是被BB过来以后直接给反了 来潮西的这个小鸡 对这个小鸡 相对弱一些的队伍 他就会采取的是那种 或者说近期比赛成绩不太好的队伍 他就会采取的还是那种 刷就是刷打就是打 他就是不停的在刷钱 刷完了以后 我出了一个关键桩 我出去打一波 打完这波以后我继续刷钱 而这种强一些的队伍 或者战绩近期比较好的队伍 以及个人 就是玩家个人 他所采取的一个打法思路 都是我整场比赛 都是在不停的寻找打架的机会 我刷的是路过的钱 团战结束的钱 和防御塔的钱 这场比赛 其实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潮西 你看这个潮西现在很有钱 你别看这个潮西一直在找机会打架 但是他很有钱 但是他刷的钱都不是说 我站在一个地方 然后站桩刷出来的 不是我舞蹈刷出来的 整场比赛这个潮西 他都是你看这波我拆完了塔了 我把塔周围的钱刷一刷 然后没事的时候呢 我也不刷钱 我就去找我这两个酱油 因为这两个酱油有击杀能力 我就去找这两个酱油 然后跟着这两个酱油去打架 就是这么简单 他不会去做那种纯刷钱的动作 这个东西虽然听起来好像挺挺挺挺挺挺 并没有什么厉害的地方 但是实际的比赛当中 很多队伍其实你是可以看到 他们整个比赛的流程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刷钱 这种流程 然后你去对比那些顶级的强队 是比较能够轻松的去对比出来的 这个ROBB又是打掉了这个肉餐 你看这个潮汐 你看这个潮汐 他打完这个以后呢 他就直接踢到中路 过来去清理一下这个中路的兵线 清理完这个中路的兵线以后 应该就要往上路靠了 你看 他中路兵线那边清一半 然后他剩最后一个兵懒得打了 直接就开始敲着鞭子 抽着鞭子 开始往上路赶 然后这边看了一下神斧 22分钟帮着看了一下神斧 是个双倍 兜了一圈过来以后 发现上路对方的人没了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潮汐 拿到了自己的鞋 你就看这个潮汐的动作 就特别的明显 就看他的动作就特别的明显 你看他是不耍的 这边的前头都是不耍的 走到这个地方我耍一下 然后自己的队友都已经靠过来了 注意到没有 那所有的队友都已经靠过来了 然后在打完这波以后呢 我就清这一个野怪 清完这一个野怪以后 我就不刷了 我就直接开始跟着自己的队友 一起过来往这儿推 直接就开始往这儿推 火猫也是 火猫是什么呢 队友都在往这儿进攻 对吧 OK我直接靠到这个 我提前过来 我机动性好 我直接靠过来 我把你这个远古收了 然后跟几个过来 开始拆你的塔 他没有疯狂的刷钱 没有这个环节 没有这个扶手 这种节奏就属于是 看起来就会让观众觉得是一个理所应当的节奏 但是效率齐高 就是整场比赛所有的人都在做事情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个感觉 很挺重要的 其实 你看拆完塔以后 马上就进去打掉对手的魔方 打完魔方以后呢 潮汐溜达回到中路 溜达回到中路过来 去清理一下中路的兵线 因为自己家的中路一台还在 能保我就保一下 给了一个毛鸡以后 你看这个潮汐多稳 你看这个潮汐多稳 给完这一个毛鸡以后 我直接回到自己家高台上来 我都不在中路河道里清这族野 哪怕只是一个毛鸡 就可以全清了的 我都不带清的 我就直接往回头 非常非常的稳 地图上看不见人 我就直接缩回塔下 你看这边允星爵给完了以后 就缩塔下待着 我也不出去 这个时候我也不出去 然后没事的时候 这边走一走蹭两波 走一走蹭两波 然后呢一个跳刀回去 找自己的队友去 非常稳 保甘迪这个时候呢 选择是出来抓一波人 但是这波抓人呢 没有抓到 对方确实太稳健了 BB又是选择一波四人开悟 他们只有一号位 会干这种纯刷钱的工作 但是你看这个潮汐的经济 他被一号位甩开了吗 没有 没有 效率非常高 这波过来以后破误了 跳刀上来 被拉比克破误以后 直接开溜 有没有一个精准的TC 没有 没有打到 还可以 还可以了 跟你这波也不错 那拉比克一个成功的破误 而且自己跳刀全身而退 让对手扑了个空 现在牛的兽王拿到了一杖 拿到一杖以后 这个时候火猫开始过来找人 潮汐的位置呢 潮汐跟大胜也都开始往正面战场上赶了 这场比赛 其实老干爹这段时间打得非常好 讲道理打得非常好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经济差 其实从这块开始就放缓了 老干爹这一段 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在整个对刷运营方面 在B站和寻找机会方面 其实做的是不错的 这个时候火猫直接把兵线推上来 火猫兵线推上来的同时呢 潮汐把对方的中路兵线也带过来 两路同时有兵线 就不会出现你清掉一波的兵 一路兵线以后 然后出偷打保护 我没法去推塔给这个情况 没有塔防 没有塔防保不了兵线 但是中路的兵线也过来了 这样的话呢 塔防结束 塔防结束下路的这个高地马上告破 拆到下路高地 火猫一个TC 潮汐手里面现在跳刀上去 给一套技能 火猫绷过来 先秒对方拉比克 防止你这个拉比克偷我潮汐大 然后跟几个接着拆 水人应该再刷一个关键装 他的A帐还差一百多块钱 再刷一张 可能要以一路的代价来 让他刷出来这个A了 这一路已经要被对方拆掉了 拆完了以后 水人拿到了自己的A帐 拉比克还有15秒复活 拉比克如果不买的话 这波留不到人的 他要考虑一下买火猫 火猫直接碰一个火灯回去 肉山盾消 拉比克复活时间还有5秒钟 那这波拉比克复活得留不住人 对方的潮汐大招一直没有放啊 捏在手里 他只把地盘留下来 老干爹一波开悟 这个开悟的话 水则是站在后面 想要趁对方没有肉身盾的时间 过来打一波 地图上现在都没有人出现 而且因为中路的一塔一直没有拆掉 这个中路一塔一直没有拆掉 入侵野区有这么一个平让 其实是特别讨厌的一件事情 曾经有过一个统计 就是在中路一塔的这个东西上面 哪边先拆掉对方的中路一塔 当然这个是特别早年间的一个统计 包括路人局的一个统计 先拆掉对方中路一塔的一方 胜率可以达到60% 外队直接被秒 外队其实你看他的这个站位 和他这一波所起到的作用 和他玩这个失望的时候是一样的 主要火猫捆一下 大圣下来留一下西罗的水仁 水仁这个位置上树 哎沉默树是给了一个大 完了被打下来了 沉默树是这个大招不让他走 这太尴尬了 这样的话 兽王的大招虽然给了 但并没有任何的效果 水仁直接被秒 A仗出来了以后 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作用 直播间这个别剧透啊 注意一下不要剧透啊 禁止剧透的 看一下这波 穿上甲BKB开起来 再追着对方的大胜给输出 一个推推加威光 披风救一下 什么数字过来给高助诅咒 潮西过来 吓唬一手 跟几个接着拆 接着拆 火猫TC给一手 看一下扔个魂回去 然后这个时候 穿上甲假装开车 想骗一个对方的技能啊 没骗出来 没骗出来 现在的BB稳得不像东欧队 确实 这个剧透与否 跟知道不知道 这种局面的结果 是两码事 你看着什么 老根爹明天还有一轮比赛 大家不要着急 明天老根爹还有一轮打 如果这场比赛输了的话 老根爹明天还有一场打GG的比赛 打GG是在败者组的首轮 然后比赛的开始时间是在晚上7点钟 明天因为是一轮BO3加上一轮BO5 所以开始的时间要比今天早两个小时 晚上7点开始 现在这波的开悟 看一下这波的开悟 穿战甲第一时间被抓 成功数直接给大 扬刀扬住 没来得及开BKB 接上一顿控制 穿战甲直接被秒 潮汐的大招还大入了水人 炸的人接自爆 西罗这个位置暂时没有死 狩王一个大招 吼住对方的大胜 但是好像没有输出了 狩王在网上跟 拉比特偷到了潮汐大 非常的厉害 不过没有任何的输出能够跟上 火猫又是个TC 完成三杀 再留一下对方的水人 这个水人在波浪形态 我会走一棒子敲死 那么人都说23比2 最终也是老干爹打出了GG 好吧 恭喜BB 在两场比赛当中 都是比较顺利的战胜了老干爹 好了 那么今天的比赛直播和录制 就到这里告一段落 也感谢各位观众大佬的收看和支持 咱们明天 明天晚上 没有特殊情况的话 明天晚上7点见 周日晚上7点 来给大家直播 这个 这届孟宽连赛 第20赛季的败者总决赛和总决赛 第一轮比赛是老干爹对战GG 第二轮比赛将是总决赛 老干爹和GG的胜者 去迎战BB战队 将进行一个BO5的总决赛 让我们拭目以待 明天见 明天晚上9点火 我们下注